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它是在一家一線那邊 所以違法的狀況其實算是 這次這波調查十多家大學裡面最嚴重 也是唯一100%的 我們把它分為大概是四個標準 0到3分就是不優 4分是違憲 5到6分是普通 7到8分是優良 可是實際上這樣子分下來 可是剛剛我們看到實際上 39家都是違法 所以說 如果把它做成違法的圖的話 那就是一片通紅 就是連合法的選項都沒有 這是比較特別 因為真的中正那邊的話 缺乏勞動檢查 然後同學們也別無選擇 因為你每一家都違法 你去哪一家 其實都 其實你沒有選擇去 比較好的那個 店家的狀況 除了是那個7分跟全家之外 那 所以說我們這次調查發現 就是 這個是其他學校包括 包括台大鎮大跟 府大中央東海 近里中正成大中山高一 那 他們有一些學校像 鎮大跟 府大跟東海中山 他們比較淺色那邊其實是 上一次調查的結果 那 這樣看下來比較起來的話 其實在第一次跟第二次調查之中 他們確實有一些店家 那我們在這次也有 部分店家是 在我們公佈這個地圖之後 因為我們都有上報紙 然後也有在我們的學生會 直接發給學生看 看哪一些店家是違法 哪一些是違法特別嚴重 所以他們就會有壓力說 可能怕以後的生育 或者是說同學不來消費的 這些壓力 調查之中有發現幾個 比較普遍的問題 像是試用期 因為同學們可能對勞基法比較不熟悉 那他們都會 在店家進去 進去店家公讀之後 跟老闆有一個協定就是 試用期不給薪 或者是說低於 基本工資133塊 但是實際上 勞基法已經沒有所謂試用期規定 然後 不管 不管你是不是在所謂的試用期間 你都要給予 基本工資 然後還有公餐的問題 公餐問題其實 比較普遍的問題是 他其實 他有幾個注意事項 第一個就是要雙方同意 就是勞房跟 脂房要共同同意 才可以用公餐去代替 代替那個 基本工資133塊 那比較常見大概就是 100塊然後加一餐 但是這樣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這個價值 那一餐的價值 是不是用家務表上 那個80塊就頂 實際上 還有公司越長 然後那公餐價值可能會越低 原因是因為 所以 假設說 基本工資133塊 然後老闆工3 100塊 然後 100元加一個80便 那你其實打工三小時的話 就是133乘3 然後再加那個80塊 是380 所以 所以其實有可能會比 會比你原本指領錢還要低 就是 打工越長的話 你10領的薪資是越低 就是 因為你 只拿100塊 但是其實你只給 他也只給你一個80元便當 對 所以 而且很多時候勞工是 同學們通常都是被同意 好 那最後是我們建議是說 因為 最低工資 基本工資定在那邊 但是 真正去遵守的店家 其實 特別是在中正大學跟其他學校周圍都很少 那我們 我們 這幾個 學生團體是主張說 應該要進行大學周邊的 專家勞檢 因為 大學周邊的 學生 特多 然後店家也不怕沒有人來公讀 所以 他不勞檢的話 那個 勞動檢查會繼續惡化下去 然後 第二個是主張說 高中職跟大專院院校要 學生勞動 學生勞動的教育 就是 因為學生普遍對勞基法 或者是相當法定不瞭解的話 那他對他自己要的什麼權益保障 都 都不清楚 所以 到了大學 就是高中以前都不教 然後大學一去打工 然後就 就面臨到這些 比較嚴峻的 像是違法狀況的話 那我們主張說 應該要在這之前 就先給他們教育 然後 還有 然後 我們有調查到兩家 是學校裡面招商的店家 那他 那他裡面的話 其實 大學裡面他要招商 其實是應該先經過 經過學校 像是職務主那邊的 算是招商統一之後 那其實嚴格來講 他應該是要合法 學校應該也有 義務要去監督這件事情 但是 就以中央大學為例 我們調查兩家 校內的店家 他都違法 所以 而且還有 像是男女薪資 不平等的狀況 對 然後 我們也覺得說 學校應該要負起這個責任 讓 他招商的店家 應該就是要合法的狀況 然後 第四個方面 是 輔導成立大學工會的話 是因為 我們 不太能去依靠 政府去 每天去了解 那 學生如果不自己組織 想一起組成工會的話 那他 集體力量就很不弱 像是組成工會的話 那 之後再面對 取悠勞資正義的話 也可以一起順利 比較容易解決這樣 然後其實在當 替代役之前 我有嘗試要找 連幫替代役的工作 可是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 現在台灣到富爾人力好 上面的 資訊其實是相當不透明的 其實我想要找一份工作 然後薪資就寫面衣 然後公司可以跟你寫 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或六點 可是我實際上問了八個 我在 那間公司工作的朋友 他們的下班時間 從 下午六點半到晚上 十二點都有 常態的喔 這不是 不是說這一週 也是常態的下班時間 也就是說 人力堂上面的資訊 根本就好可信 然後我就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不滿 因為 為什麼雇主可以看到我們 履歷這麼清楚的資訊 可是我們卻沒辦法看清楚 雇主真正的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我身邊幾個朋友 因為我本來就是工程師嘛 也是自公席 然後就 就決定要加一個網站 然後那時候先發起一個公司 透明化運動 我爸當然沒有看過 就是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網站 有一個表單 你可以去填說你的公司資訊 然後你有另外一個頁面 你可以用公司或是職稱去查訊 就是其他人分享的資訊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在很多人 比方說台大公會 或是很多老公團體 市議員助理的協助下法 公司發布出去 也有一些新聞的曝光 就是這個是我們的首頁 然後可以幫我往下滑嗎 就是再往下再往下 對然後就像這樣 這裡會有個表單 然後大家可以填寫公司 指稱 然後就是下面還有薪資跟公司 然後我要強調的重點是 我是要使用者填公司 因為其實 比方說像104人力銀行 或是 不要這樣講 反正就現在人力銀行 就是他們也有在做這種薪資的 這種水平的工具 可是他們都是去公司化 可是我覺得 應該要讓公司被看見 因為我就是要用市場的力量 假設比方說我是一名軟體工程師 我是剛入社會的 然後我發現 這兩間公司其他條件都一樣 但是薪資就是不一樣 那我當然會選擇薪資比較高的公司 對就是 我就是要用市場的力量去 給公司壓力 讓他們去提升薪資 對所以公司是一定要填 對然後 可以再往下一下 對對對 這邊就是填薪資 然後再往下的話 就是下面就是填公司 然後還有就是 再往下一點的話 然後會有加班頻率 加班有沒有加班費 以及 加班有沒有補充 小教師這個部分 我也稍微插個題 跟就是 我們其實一直覺得 勞動教育這件事情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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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然後就是我們有一群人是 懂就是法律 然後有一群人是懂設計 所以我們就把 勞基法 就會服務法 然後等等的 相關的東西 就是整理成一份一份的 懶人包 在我們的粉絲專頁上面發布 然後同時也在我們的 就是官方網站上面 就是給大家查詢這樣 網站其實跟最低工資法 有一個地方可以很 很剛好可以怎麼講 互補的地方 就是今天如果有 勞工他的工作 他的薪資就是沒有符合最低工資 那我就邀請他上來填寫這些東西 我們這網站上面是匿名的 就是 基本上你是看不到 原本有人是誰的 就是要讓 然後接下來我們其實是可以 如果比方說 最低工資再調整 或是最低工資立法之後 我們就直接 我們其實可以把資料撈出來說 哪一些公司其實根本就沒有合法 然後用輿論壓力去 就是希望他們 就是讓他們合法 這樣 這是我覺得我們可以配合的地方 這樣子 剛剛韋明有說到 那個我們的勞減人力的問題 大家覺得說好像很少 其實從今年開始 應該從去年開始 我們的勞減人力大量增加 從去年開始 我們現在先讓他知道 台灣其實對於勞動檢查這一件事情 原則上是由中央來負責 原則上是由中央來負責 所以呢 我們勞動部呢 有設有北中南的勞動檢查處 勞動檢查中心的 勞動檢查所在負責勞動檢查 那不過呢 在過去呢 因為人力跟經費的問題的狀況之下 大部分這些勞動部所屬的勞動檢查員 都是負責勞工安全衛生的檢查 比如說工地的安全啊 營建啊 因為他覺得說 那個才是 他覺得那個比較重要嘛 因為 那會出人命 所以在有限的人力之下 他只能做這個部分 那除了這個勞動部的 我們剛才說 北中南的勞檢的單位以外 另外就是直轄市 有自己的勞動檢查 就是北高 以前是北高 有自己的勞動檢查單位 那也是偏重在安全衛生的 那我們知道六都升格了以後 讓這事情更複雜 六都升格了以後呢 這個目前呢 這個六都除了台南市以外 那其他的像台中 桃園 新北 都有成立的自己的勞動檢查處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灣的 其實勞動檢查的體制 是非常的混亂複雜的 2015年的時候 大概編了將近三億元的預算 來讓各地方政府 讓各縣市政府 包括像嘉義縣政府 這種層級的政府 他們自行去聘任 這個勞動檢查員 而且是勞動條件的檢查員 大概全國總共聘任了 兩百多位 將近三百位的勞動檢查員 那這個數量 大概就是等於是 我們既有勞動檢查員的Double 但是我們要知道 其實這些勞動檢查員 檢查出來以後 是不是要開罰 是由各縣市政府決定的 你檢查回來違法以後 他不見得會開罰單 不見得 雖然檢查違法 但是他的裁罰的權利 還是在地方縣市政府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按照目前的體制 還有分工 我們對於勞動條件 比如說這種低域勞基法 其實他整個檢查權跟裁罰權 都是放給縣市政府的 跟勞動部一點關係都沒有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我為什麼要說這個呢 其實大部分的國家 比如說我們鄰近的日本 他們的勞動檢查 完全是由中央所掌控的 他完全不給地方政府 任何的製作的空間 條件落實 怎麼會可以讓地方政府來決定呢 那才會發生說 很多到中南部去 或是到東部去 說沒有啦 我們這邊行情就是70塊的 沒有那什麼 133 沒有啦 華連行情都70 不用說